准备好了 上去 跟著主人腳步一階階跳上去 那裡 OK 找到自己的座位 表情看起來超滿足 因為這架航班 可是汪星人的專屬班機 好女孩 不想待在自己的座位 還能換到一旁的沙發區 因為在這裡 狗才是VIP 打開鍋蓋 還有為貓小孩特製的餐點 只要狗狗想要 美國這家航空公司 都能做得到 主人和狗狗的五藏廟 都顧得到 可見這家航空公司有多貼心 以往寵物只能擠在黑漆漆的貨倉 和四主分隔兩地 如今狗狗也能一起上飛機 我為我的狗狗Hugo 是一個大英雄 大英雄不太適合商航空公司 或是在扣袋袋子 原來狗狗豪華航班的誕生 起源於執行長的自身經驗 希望甩開繁雜的簡易程序 帶著自家汪星人到處旅行 登機之後還能得到鎮靜零食 維持狗狗的搭機情緒 這架飛機可以容納10名四主 和他們的毛小孩 擔成了國際航班8000美元 折合新台幣超過25萬 可不是每個人都負擔得起 儘管和愛犬飛行的代價不便宜